律政司早前在一宗涉及假文件借貸的財務詐騙案中 向兩名涉嫌放高利泰和洗黑錢的財務公司職員發出免譽起訴書 以指證9名女債仔 案件星期五在區域法院審結 法官裁定全部被告欺詐罪罪名不成立 法官說案中疑點太多 兩名獲發免譽起訴書的財務公司職員正公自相矛盾 內容更加涉及關鍵事實 例如黎懷姓沒有察覺到被告提交的文件有兒童身份證 年齡報大數等等 蕭偉文就曾經公稱會逐字逐句 向被告解釋有關文件 但沒有留意申請表的借貸和擔保人 簽名樣式竟然是相同等 法官說兩人正公差略和不誠實 其中一個人更紛紛秒秒都在說謊 因此不能證明控方指控 又批評律證師如果當初有認真檢視文件和口供等客觀證據 就會發現證人不可信和不可靠 其實早在開審初期 辯方曾經投訴兩名證人 涉及的罪責應該教各被告高 但獲得免譽起訴對被告造成不公 因而申請終止聆訊 法官批評律證師 在辯方提出這個申請時依然一意孤行 任何道理都聽不入耳 忽視法出免譽起訴書可信和可靠的基礎 東網記者吳朗軒報導 東網記者吳朵 東網店吳朗軒 東網記者吳朗軒 東網記者吳朵